超商店員走出櫃台 前往的方向是店內的茶葉蛋區 本來應該用來煮蛋的電鍋 一打開 裡面竟裝著水 還有10顆湯圓排排站 等待水煮混 本該用來裝茶葉蛋 給客人購買的器具 被拿來私自使用 影片在1號凌晨放上抖音 拍攝者文章寫道 致敬烤蝦哥 但烤蝦過時了 現在要煮湯圓 底下網友留言 同行都是人才 還有人說學起來了 明天上班就要來試試 更有人發文 下次可以改煮水餃嗎 原來這間超商品牌 不是第一次鬧出爭議 店員走出櫃台後 目標是這台烤番薯機 拉開底下預熱箱 再烘烤兩大牌的生蝦 這是今年2月的影片 當時被戲稱是超商 隱藏版美食 但更多人認為觀感不佳 裝著香噴噴的茶葉蛋 但客人就怕鍋子 被拿來煮過店員的湯圓 這間知名超商 連兩次被拍下 私自使用店內公務的影片 對此品牌發表聲明 說這只是個別店員的異常行為 用商業器具 進行私人行為 是不被允許的 將會追查 發生在哪間分店 就怕爭議影響品牌形象 再說這場是王云竹 台北財富報道